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11月4日星期四 共和党人格伦·杨金 在弗吉尼亚州州长的竞选 击败了前州长特里 麦考利夫 有人说是 有的人的看法就是 民族党人太坏了 老百姓觉醒了 共和党翻红了 怎么怎么样 还有另外一种说法说 民主党人选举就做假票 然后共和党人这次也做 做的比他还多 就类似这种阴谋论 一种就是二元论的 就民主党人就是坏 另外一种就是阴谋论 那现实往往比较复杂 可能不好的东西 确实是民主党有不好的地方 但是现实 往往比较复杂 如果不满足于那两种看法的人 可以听听看我的看法 这个是怎么说是 为什么说是共产党 共和党共产党就了 共和党人的这个 共和党的这个大胜 其实 他胜的也不是非常多 只是 他这个席位就 是52 多了两个席位 因为 这个弗吉尼亚州之前 十几年一直是 深蓝州 就是民主党的地盘 上次 总统大选的时候 特朗普也 输掉了10%的选票 蛮多的 但是这次他 他 为什么是大选 大胜 就这个 就有一个这个卡车司机 这个是 有一个卡车司机 他的 这是其中一件事情啊 这个卡车司机他 竞选 只花了153美元 可能就为了拍这个短片 花了153美元 结果 他也剩了他的对手 花了几百万美元 去 去竞选的 这个弗吉尼亚州 他的 人口 人口比例 各个种族的人都蛮多的 黑人有20% 亚裔10% 西班牙裔10% 亚裔有8.8% 所以这个 人种问题 就种族问题 在这个州是 挺重要的一个问题 他 他呃这个这个前州长 这个 麦考利夫 他失败就失败在 呃 在 在那个辩论的时候 就是选州长 跟共和党人 那个杨金辩论的时候 他说的关于 呃 种族主义的这种 他说学校没有教 他说学校没有教批判性 种族主义 呃 这一点是 呃 后来证明 这点是 他是在说假话 就是学校他 他那个 他这个州的总 人种 挺复杂的 然后 他们这个学校里 教这种 批判性 种族理论 教的特别厉害 那 简单介绍一下 什么是 批判性 种族主义 呃 相对的就是 结构性 种族主义 就是美国 几十年来的这种 呃 结构性 种族主义 的意思就是 嗯 他的结 他这个结构性 还有一个是 地位性吧 就是美国 一直以来的 呃 说到黑人 然后巴基斯坦人 就是就 你就 就一定是很贫穷 然后说亚洲人 就餐厅洗盘子的 然后呃 然后黑人就 呃 警察 黑人就就 有可能犯罪 或者怎么样 这种就是 结构性的 种族主义 嗯 结构性 种族理论 他他认为 就是某些 有色的人种 他就属于 固定就干 那个事情 属于那个阶层 啊 就是还有一个阶层 结构 结构性的 阶层性的 这种 好像把人化成 一个个阶层的 这种 呃 种族理论 那 这个当然是不好 所以 呃 所以美国一直在 呃 有比较多的人 去抵制这个东西 然后 然后抵制的有点 就有点过头了 就有些 对黑人的这种 对有色人种 因为结构性 结构性 阶层性的这种 种族主义 理论 就是会让 有色人种 会影响有色人种的 生活 福利 然后影响 他的一些机会 就找工作 找不到什么的 这种 但发展到现在 美国发展到现在 就是有点 妖魔化 这个结构性 种族 种族主义 变成了一个 新的 他们放在学校里 教的一种叫批判性 种族理论 批判性种族理论 就是 他们会去研究 呃 嗯 那个吸贵的毒品的人 为什么 比吸便宜的毒品的人 判刑要少呢 吸便宜的毒品 肯定是 就是 黑人比较多嘛 穷人比较多 那黑人里面的穷人 比较多 然后 他吸的毒品比较便宜 然后他判的刑更重 那也就是说 你判刑更重 是因为他是黑人 就是研究这种东西 还有那个BLM运动啊 Black Life 黑命贵运动 也是 那个弗洛伊德的事件以后 嗯 就闹的 就就闹的 也是这种 讲这种批判性 种族理论啊 黑人就 被警察杀 就无所谓 怎么怎么样 警察就会 就会对黑人 动更重的手 是白人的话 警察会客气一点 这种都是 呃 批判性 种族理论 他们就直接放在学校里 教小孩 让小孩去 注意这个东西 然后 这个是这两点 这这这两个 这个这个理论的 这个种族 这两种 这个种族理论的 一个 一个 介绍 就是这个 结构性 阶级层性 种族理论 慢慢被妖魔化 妖魔化了以后 就变成了这种 现代 他放到学校里 教这种批判性 种族主义 然后前面他说 他在记者 他在电视台里面 跟别人说 然后在 辩论的时候也说 我们不教这种东西 就是这个前州长 就失败的这个 这个麦考利夫 他说 我们不教结构 批判性 种族主义 我们学校里 不教这个东西 我们没有人教这个东西 他说 批判性 种族主义 就是什么 就是狗哨 就是一种哨子 是要 是吹的 只有狗能听见 人听不见 他这个是说 这个是一个假的东西 就是 没有人知道 但实际上学校里面 是教的 而且 在疫情里面 学校 弗吉尼亚州的学校 停了18个月 在这种情况下 他说 学校 有些家长不同意 学校去教这个东西 或者说 有些家长不同意 然后 他们之前就有这种事情 家长去跑到学校里 把这种 教这种批判性 种族主义的书拿走 或者怎么样 就是 不让 不希望学校教小孩 这方面的东西 那 那这位前州长 他竟然 他说的 他在辩论和电视记者 采访他的时候 他的观点竟然是 首先他撒谎 他说 学校没有教这个 然后他说 学校有学校的董事会 学生家长不应该管 那不是家长的事情 他这样做就 进入了 进入了弗吉尼亚州这些 等于说 他在针对这些弗吉尼亚州的 这些 父母啊 小孩啊 因为没有人喜欢被 认为是种族主义者 也没有人喜欢被骗 因为他说学校里不教 实际上学校都教的 教的很普遍 弗吉尼亚州的学校 教这个玩意 教的很普遍 这种 这种东西 而且 做父母的人也不希望 也非常不喜欢 别人来告诉我 我不能去教小孩 我不应该去管怎么教小孩 我也是做父母 我听到这个事情 我也非常生气 这就是他彻底搞砸了 输给共和党人的一个原因 我认为是这样 因为之前说那个疫情 学校关了18个月 然后家长希望学校开放怎么怎么样 然后 他们这些政客也不管 他们之前做的也不好 等于说 之前一年多的时间里面 做的也不好 所以他这个败选 而且他关于学校怎么教小孩 然后怎么教这个批判性 种族理论这个事情 说了很多非常惹怒人的话 他可能对他来说是政治正确 但是 就是对他来说 真的是对他来说是政治正确 这种东西不存在什么 好像怎么样的 对他来说是政治正确的 说这些抗议的父母 本身就是种族主义者 说学校的白人老师太多了 他对他来说 说的都是这些民族党人 就是现在就是这样 搞政治正确 搞得一帆风顺 然后就一直搞 就没有一个度 就搞得非常过分 以后让人听得非常生气 他讲的这些政治正确 政治正确的话 对做父母的人来讲 实在是不可思议的 这种愤怒的这种原因 什么叫父母不可以管孩子的教育 父母才是孩子教育最前线的那个人 所以他又骗人 然后又惹怒家长 所以这造成他们 本来他可能在选州长的时候 因为弗吉尼亚州 是十几年了 都是一个民主党人的地盘 那民众的基础 支持民主党的基础肯定也有 但是他实在是惹怒了太多人 所以这次才失败的 就变成了那个箭头图 就全部都向右转 就变成了这个箭头图 这个就是我的看法 谢谢大家观看